带招财猫去公司会怎么样? 我以为老板会辞退我 没想到还给我加工资呢 今天带猫来公司上班 电梯里被其他同事关爱了 永山竹提醒我到了 这是老板办公室 别进去 你就知道享受 老板已舒服是吧 你别在这躺着了 被老板发生就不好了 快走 我说你还不能 昨天我的猫把老板手机砸坏了 我没有敢去上班 结果 看在办公用品的份上 我犹豫了一下 万万没想到老板这么大方 回去妈妈就给你加两罐子 同事投过来羡慕的眼神 我正好来用这部荣耀手机 看看他们都在干什么 你说我要是把这个发给老板会怎么 边拿工资边希望 妙啊 自从同事们知道我养猫后 竟然还戴了撸猫专用的小手套 我喜欢这样 跟着你 随便你带我 都把我离你 把脸 那么贴心 明天也不美 那么亲切 今天在公司 突然听见高贵鞋的声音 这声音好像是从老板会议室那边传出来的 难道老板 不愿意 不愿意 突然听见不愿意 怎么会是 不愿意 不愿意 有点耐心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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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同事来做气氛组 没想到又婷竟然盯上了她的电脑 于是我们就送给他一台MAC 别的小公猫都在家睡觉 我假装在咖啡店做气氛租 实际上偷偷学习如何钓小母猫 决死他们 没有男朋友就养一只粘人的猫吧 大家都知道又婷经常陪我出门 然而最近工作太忙只能把他放在家里 最近我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他总是自己跳进包里 你待在这干嘛你不是有窝吗 无奈之下我只能把包放在椅子上 准备出门上班 自从上次遇到小姐姐后 她今天又被女生听害羞了 竟然吓到跳起来 为了安慰又婷 姐姐还被给她最爱的零食 结果这一秒头 你再开始吧 嗯 在这个地方 什么时候 你卧帮我 你卧帮我 只是推草 您就开心 简直就离谱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准备带又婷去吃火锅 结果餐厅不让宠物侵入 好在小姐姐在问题里有个前台 还给她安排了猫晚 你在这儿好好待着啊 一会儿我就来接你 没想到等我吃饱下楼后 你擦擦 上日如酒 上日梦 哈利波浪 七日扫装飞 而我的扫装 却只能处理了你 什么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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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母猫约会呢 好家伙 吓得我赶紧在网上 帮她找对象 没相当 各得了 送去配种不成 还被小母猫 大成这样 别懒过了 我再给你找一个 真的吗 刚好 还有家有个三花迷事 装备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好吃的 也给他们满上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洞房了 还是跟分享 由于我家猫有个老毛病 从小到大 都是通过养我的脚 来提示为了要吃饭 真的无语 提示为了改掉 她这个老毛病 我就买了一个宠物案例 以后肚子饿了 就安静啊 罢答饿了要吃饭饭 对 罢答真聪明 我真的给你盛饭啊 吃饱了就快快睡觉吧啊 凌晨两点 罢答饿了要吃饭饭 罢答饿了要吃饭饭 你干啥呢 你没点数呀 众所周知 妹妹从小就爱喝奶 真是还会自己体高高 没想到一年后 都当妈妈了 宝宝们也遗传了 她的动尔神功 然而我发现 最近猫妈妈买水不足 溜了溜了 她们竟然想起兄弟的奶 就连妈妈 也不放过说奶的机会 吃饱了就快去给宝宝也喝吧 在网上看到了这个猫咪牛牛舞 我也要试试 你想象中的减肥 实际上的减肥 我会想象中的减肥 你会想象中的减肥 天哪熙色啦 摩达卡 叩啦 尼尼尼摩托啦 上卡比南奔啦 卡 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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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咪啦 摩 叛啦 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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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啦啦 我是一条三台鱼 有酸有才有多余 我是一只黄门鸡 有黄又闷又垃圾 我可以说多少次啊? 出版面出去往地上扔 不知道要扔垃圾桶里的吗? 原来什么一只黄都没有 有人 你听我跟你说 别人家小猫咪也都不甜甜吃罐头 那别人都不想吃就你想吃 你觉得合适吗?